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析師鄭混貞 在這邊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在兔年賺錢賺到寶 好那其實說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下說 整個2023年大方向的行情 大概會怎麼走 因為其實 為什麼今天要特別提到說 2023年的大方向 或是說第一季 我們該怎麼去賺 因為很多的投資人 其實現階段的情緒跟心境 都還停留在去年 2022年這樣子 比較偏向空投的氛圍裡面 那其實如果說你的情緒 一直說跳脫不出來 會很可惜 今年的行情真的會很好 但是如果說你的情緒 一直卡在去年這樣子的氛圍 你會賺不到今年的一些機會 因為其實這就是一個過渡期 從以前到現在沒有一次例外 其實說大家為什麼說 常常沒有辦法買在空投轉多頭的 相對低點或是說底部 其實最大的關鍵都在於說 大部分的投資人從空投轉到多頭 都需要一段很長的適應期 應該是這麼說 假設以這個時間點的指數來講 因為去年跌了6000多點 那你可能要至少要看到指數回到17000 18000 你才會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空投轉成多頭的行情 所以大部分說從油空轉多 很多投資人沒有辦法買在底部 就是這樣 因為大家的情緒是跳不出來 所以今天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在今年 我會這麼看好整體的行情 我先講第一點 其實如果說以第一點來講 今年的外資 外資在台股的回補力道 會非常非常大 你去看這裡 2023會倒吃甘蔗 外資回補的力道 絕對會超乎你的想像 就以全年的角度來看 外資回補力道會非常非常的強 2023會是拼績效的一年 為什麼會說 外資回補的力道會很強 因為說其實 就以國際資金的角度來看 大家是看全球股市 不是說單一去看台股 台股其實對於全球股市 它不過就是一個小小的新興市場 所以我們格局要夠大 要去看全球股市 如果說以全球股市來講 去年最強的是印度股市 但是因為說印度股市 它很有發展線沒有錯 但是去年漲太多 基期相對高 再漲的空間有限 所以如果說以今年來講 預計全球的資金 它會比較大的部位 是落在中國股市 如果說以中國股市來 因為說中國股市在去年跌得很重 那又加上政府大力去推一些經濟的政策 所以預計今年 國際資金的主軸會放在中國股市 那就像我們講的 因為對於外資來講 對於一些對沖基金來講 其實他們是統稱為大中華地區的股市 也就是說港股 中國股市跟台股 它是包在一起 那如果說 整個外資圈它要大幅加大說 中國股市的部位 台股就一定會連帶受惠 就是說它這一筆錢要進入到中國股市 它不可能說單純買中國股市 它會說中國股市買 港股也買 台股也買 這是第一點 所以基於這一點 外資在今年回補力道會很強 那第二點就是說 因為外資它在去年 真的是賣太多了 就以新興市場來講 台股被賣超的幅度是第一名 我們先不講金額 我們先講排名 講金額大家可能沒感覺 但是如果說我們去看排名 你會知道台股在去年 被賣超的幅度有多誇張 因為第一次說 去年有地緣政治的風險 那又加上 台美的利差真的太大 美國一直升息一直升息 那台灣洋行就是 愛升不升的 升個小幅度的馬數 就是一時一時升息而已 所以導致說去年 其實台美利差是非常的大 那這個時候 台幣會被大幅度的 會回到美國 那會回到美國 股市自然會跌 所以這就是第二個重點 因為去年 外資在台股賣超的幅度 真的太大 而且是所有新興市場之冠 所以就代表說在今年 它回補的空間非常非常大 這個概念有點算是跌升 就是說它跌得夠深 所以它未來反彈的幅度跟空間 也會來得比較大 所以這兩點 我們就以資金面的角度來看 這兩點在今年會非常的好 第一是說中國股市會是今年全球資金的主軸 台股會連帶收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台股它在去年被賣的幅度很大 所以回補空間會非常大 所以就以資金面的角度來看 大家可以知道今年的台股 外資回補的力道絕對會超乎大家的想像 這是第一個重點 所以當你瞭解到這樣子資金面的邏輯 你就要知道這個時間點其實會是非常非常好拼績效的一個時候 那如果說我們再去看其他的商品 其實也就像我們講的 其實在這個時間你說台股 它會因為什麼樣的狀況 而出現大幅度的拉回 坦白講 真的看不出來 經濟面資金面籌碼面 這些完全是看不出任何的破綻 頂多只能說 萬一有什麼樣的大黑天了 台股才有可能出現大幅度的下跌 否則基本上是不可能 讓你去看 包含像是美債 美債殖利率也是 我們在12月記不記得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一直強調就強調 美債殖利率 它這個頭部已經成形 短期內不可能再過高 短期不可能再過高 也代表說台股不可能再大幅度的破低 還記得吧 當時我們足足講了一個月 那真的就像我們講的 在3.5%上下 上下晃 就是說會低於3.5% 這就是很標準的頭部 你只會在教科書上面看到的 頭部形態 所以美債殖利率長這樣子 基本上台股不可能會跌 不可能會大跌 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是不是也像我們講的一樣 當時12月份 我們也是一直強調一直強調 這就是一個很紮實的頭部 教科書上面的頭部 台股都還沒有這麼漂亮 這樣子的頭部成形 基本上是不可能再過高 不可能再過高 台股也不可能再大幅度的破低 所以基本上 美元指數 跟美債殖利率 這就是台股最大的保護債 這比較算是說 會市跟債市的部分 會市跟債市的部分 因為台股在去年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會這麼疲弱 是因為債市跟會市 債市跟會市一直把資金吸走 所以就會變成台股資金一直外流 這個時間可以算是兩大魔王 美債跟美元都這麼的弱勢 台股資金沒有理由在外溢 所以其實綜合以下的原因 你會知道 今年的行情真的會很好 總結一下 如果說我們以季度來看的話 第一季好賺 因為第一季有一些電子業要去庫存 所以能夠操作的標的 可能還不是到這麼的多 第一季好賺 第二季部分的電子業 它會開始去化庫存完畢 所以就會變成說第一季好賺 第二季很好賺 第三跟第四非常好賺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加入我的Light這裡 你去看 其實很多東西我們都是講在前面 因為我一直在強調一個邏輯 股票市場它永遠永遠 它都是反映未來 已經發生了事實 它都叫做歷史 所以你去看美元指數 我們也是之前就講 美在指利率也是提前都告訴你 包含個股的營收 也都是提前告訴大家 所以這個平台也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先去加入 尤其是年後會有什麼股票 衝第一棒 我在年假期間 都會在裡面去做分享 全新的標股 包含說更精準的分析 直接打開相機 用相機掃描QR Code 打開手機的相機 直接掃描就可以加入 或輸入ID 小老鼠WE-178 WE-178 好所以在 還有就是說我們在年假期間 在我的Lite裡面 有送免費的標股 免費的喔 免費的 所以你只要說加入裡面 你就去點選裡面的主頁 裡面就會告訴你 在整個第一季 有什麼樣值得去留意的股票 就直接送給大家 你直接打開你的相機 用相機直接掃描右下角的QR Code 就可以直接去加入 所以記得一定要加入 如果說在可能說 因為說今年的年假 畢竟比較長 如果在年假期間 國際有什麼大事 我也會第一時間 幫大家去做解讀 所以其實 不論說你要去看資金面 資金面沒有問題 外資回補力道 會超乎你的想像 而且會超乎很多 好 那如果去看債市會市 這些比較偏向總金的面向 也沒有問題 美元跟美債 頭部這麼漂亮 已經比教科書還漂亮了 怎麼可能還會再過高 不可能 對於台股來講 基本上就是沒問題 好 最後一點 基本面 基本面可能是大家最有疑慮的啦 因為說大家會覺得 今年的台股 今年的美股 經濟會衰退 產業會不好 沒有錯 今年的台股經濟一定會衰退 美股也是 經濟衰退是事實喔 經濟就是會衰退 不要期待說 今年經濟會好到哪裡去 但是對於股票市場來講 我一直在強調這個邏輯 今年現實的狀況來講 經濟不會掉太好 但是對於股票市場 它在去年就已經反映過了 你去看 我們直接給大家看一個大方向的台股 你去看喔 台股去年是長這個樣子 這裡 18619點 這個位置是高點 從去年的高點 一路跌到12000點 幾乎是一整年都在跌 這在跌什麼東西 這絕對不是單一事件 不是說這麼大的跌幅 叫做跌通膨 跌升級不是 其實說從18000跌到12000 這6000點的跌幅 就是在反映今年的狀況 你說去年跌了6000點 它純粹是在跌升級 跌通膨 還是說跌什麼單一事件 都不是 它就是在反映今年景氣的狀況 所以其實股票市場 本來就是反映未來 你說以今年來講 經濟確實會不好 但是股價已經提前在去年反映過 所以對於今年的行情 它就是最壞的狀況已經反映過了 它就會陸續往上反映 所以其實基本面 是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擔心 如果說以產業來講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今年第一季跟第二季 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說 你會看到很多的股票 它會出現無機之潭 真的 相信我 在今年第一季跟第二季 會有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很多的股票 它營收會越開越爛 越來越低越來越低 股價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為什麼 股票市場永遠都是反映未來 這個定律永遠不會變 不論說外在環境怎麼變 股票市場這個邏輯絕對不會變 不可能會改變 股價或是說商品的價格 它永遠是反映未來的狀況 所以我才會一直強調 今天說所有已經發生的狀況 已經公佈的數據對於股市來講 它就叫做歷史 如果看歷史會賺錢 全世界誰要賠錢 是不是 所以其實說一些已公佈的數據 我很少去跟大家去做分析 因為沒意義啊 這個東西已經反映過了 所以其實其餘這幾點理由 2023年的行情會非常的好 而且會倒是甘蔗的一年 第一季好賺 第二季很好賺 第三第四季非常的好賺 所以今天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說第一季的潛力產業 我也在強調 了解產業的最大目的就是 你會知道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去做什麼樣的動作 第一季潛力產業 大概有這八大項 先進製程 IPC 網通 風力發電 生技醫療 元宇宙跟電商相關 這八大產業其實共同點都在於說 它沒有所謂庫存的問題 有庫存的股票不是說不會漲 只是說它要開出 它要走出三五十%的空間 至少要等到營收開出來 營收要先開出來 這些有庫存的股票 面板驅動IC PEA功率放大器 包含記憶體 散熱族群 被動元件這些 這些都是有庫存的股票 有庫存的股票 它不是說完全不會漲 而是說它的空間不大 可能漲個五到十% 延續性就不足了 它一定要等到營收開出來 漲勢才會強 那營收開出來 至少就是要等第二季 所以在第二季之前 都還是朝向說 沒有庫存問題 那股家也便宜的產業 下去做切入 所以這八大項 就很值得下去做留意 那如果說要去 有一些更細節的分析 或是說裡面個股的推薦 都可以直接 加入我的Lite 那如果說 持股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說操作上 有任何的疑難雜症 不知道這檔股票 能不能買能不能賣 利用廣告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取得聯繫 我們先進段廣告 所以在2023年 這會是一個 倒吃甘蔗的一年 而且其實說 從各個面向來看 台股 今年都不會有太大的狀況 尤其是其實 還有一個現象就很有趣 就像我們去年底 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這個時間點 美國的投資人 或是說全球的投資人都好 對於經濟數據這個東西 他已經不買單了 壞的經濟數據 他根本就連理都不理 但是只要經濟數據 稍微好一點點 大家就會去大買 等於是說這是什麼樣的概念 利空不會跌 小小的利多就會大漲 這不就是很標準 有空轉多的一個過程 因為其實從這幾次的 非農就業數據 CPI的公布 你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到 這個邏輯跟我們在去年底 講的是一模一樣 就是說 非農也好 CPI也好 PPI也好 什麼所有的數據都好 數據不利於股市 股市不會動 它已經不會像去年一樣 只要說數據開得不好 就大跌給你看不會 但是只要數據稍微的好一點點 股市就是大漲 真的是大漲 所以在這個時間 就是你可以看出說 整個市場投資人的心態 就是大家就是 我就是要做多 一定要去做多 我就是要買股票 經濟數據不好 我小買 那經濟數據有利於股市 我就大買 才會形成這樣子的局面 所以其實 你光是看這樣的狀況 你會知道 很多的投資人 就是已經開始 慢慢的說這個情緒 是由空投轉換成多投 那當然有一些投資 還是會有這樣子的疑問 那為什麼聯準會 目前的態度 還是這麼的強硬 美國聯準會 美國聯準會 為什麼態度 還是這麼的音派 還是這麼強硬說 我一定要去升息 這個邏輯 我們在去年的年底 也有提過 其實聯準會 或是說鮑娥 他的態度都是演出來的 什麼都演出來的 他要去降低市場人民 對於通膨的預期心理 這個邏輯 我去年一直強調一直強調 你不要去管什麼聯準會的態度 包我的態度 這個東西都是演給你看的 因為說 他就是要讓 美國民眾 或是全球的民眾 認知到 我就是會去大力去打通膨 通膨一定會掉 那為什麼要讓大家 有這樣子的預期心理 很簡單 美國的民眾 應該說美國平均的家庭資產 有60% 他是放在股票市場裡面 等於是說 這麼高的資產比重 他是放在股票市場 只要每股大漲 美國的平均家庭 家庭的平均薪資 就會往上提升 家庭的平均薪資往上提升 大家的消費力道就會變強 消費力道變強 怎麼樣去打通膨 是不是 大家手上的錢變多了 對於通膨不會有任何的好處 所以一定是說 大家要先有 聯準會要先去有這樣 要先去強化自己的態度 讓美國民眾認為說 通膨不會發生 不會發生 他一定會下來 當大家有這樣的預期心理 大家就不會拼命去消費 因為假設 你認為 假設說市場的民眾 都預期到說 今年的第二季 會發生大通膨 第一季會去做什麼事 會先去囤貨嘛 對不對 假設說 我講個再更生活化一點的例子 假設你 認為說 下個月的雞蛋價格 會漲一倍 你在這個月會做什麼事 不就先去買更多的雞蛋來囤貨 那你在這個月去買更多的雞蛋來囤貨 當大家想法都一樣 雞蛋價格在這個月就會上漲上去 就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其實 聯準會的態度 他不過就是演出來的 演給美國民眾看 所以其實基於這幾點理由 今年真的是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記得加入我的Light 在過年期間都會分享說 年後會有什麼樣的標股 值得下去做留意 那最重要的是 裡面有贈送5檔免費的標股 足足5檔 而且是免費的 直接打開你的手機 用手機裡面的相機 就直接用相機掃描 這個QR Code 就可以直接加入 小老鼠WE178 WE178 那持股有任何的問題 也都歡迎直接詢問 所以其實產業 我一直在強調說 產業加數字 才能讓你說很穩定的往上獲利 因為在做股票 絕對不是說 今天搶什麼 我們就去買什麼 或是說 看什麼樣的報紙新聞 我們就去買什麼樣的股票 絕對不是這樣 你看我在做股票 永遠都是 先把股票研究起來放 先把每一間公司研究起來放 先納入我的口袋名單 觀察名單 但是也不用急著去買 等到說有一個好的買點 或是說技術面轉強 我們才進場去切入 就是說 這次會有一個 很完整的架構 跟很完整的流程 我先把股票選出來放 選出來放之後 有一個真正好的買點 我在進場下去做切入 一定都是這樣 我們不講其他的 我們光講台積電 全世界都認識了台積電 光是台積電 我們在農曆年前 我們就送給大家 足足五萬元的大紅包 450元以下買 500元以上隨便賣 通通都是賺錢 而且就是足足賺五萬塊 你去看 我們這個邏輯絕對是 領先全市場在告訴大家 第三季的季底 我一直強調 450元這個價位 450 450 450 只要說你見到450以下去買 通通都是賺錢 你就閉著眼睛去敲市價單 全部都是賺錢 12月份我們也一直在強調 只要說你在這一次 有見到台積電 掉到450元以下 你一定要勇敢的去買 只要你在12月份 見到台積電 在450元以下 你去買進 年前你就是一個 五萬元的大紅包 買一張 買一張你就是賺到 五萬塊錢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一直強調說 產業加數字 我們才可以穩穩的往上去獲利 所以我們在2023年 一樣有全新的操作策略 全新的規劃 那也是要幫大家 在2023年 把去年沒賺到的 去年少賺的 通通一次把它賺回來 2023真的會是 非常好評績效的一年 好 所以在第一季的潛力產業 大概就是這個 這樣子的方式 我就簡單稍微講一下 那更詳細的內容 大家就是加入我的Light去看 風電跟儲能 這個東西叫做美夢成真 熬了10年 終於有營收要進來 生氣醫療 也是美夢成真 元宇宙也是 這三項就是 原本沒有營收 純粹是做夢 今年開始會陸續有營收 先進製程 它就是鋼需產業 IPC IP跟網通 這就是獲利好 而且沒庫存 電商相關 這就是一個 大趨勢的產業 所以這些在第一季 都值得去做留意 裡面會有哪些 值得注意的標的 大家就直接加入我的Light 裡面都會有詳細的介紹 好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贏在2023年的起跑點 從現在就要開始去做規劃 把你手上的資金 好好去做分配 農曆年後 年前 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我們通通都準備好了 所以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直接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取得聯繫 或是直接先加入我的Light 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來詢問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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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再次回到 那持人物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還 peut 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